KPOP圈的小卡乱象终于惊动工部门出手管制 近日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三大公司SMJYPYG实地进行调查 认为大型娱乐公司专辑中偶像自拍卡片捆绑销售 越来越夸张的小卡数量被社会上批评是一种恶意的行销策略 利用了偶像粉丝的范馨 制作了太多类型的写真小卡 用以激发粉丝的消费数量来达成专辑获利的目的 以SM的男团NCT为例 近日回归发行的专辑有近50种不同的写真卡 而小卡都是随机附在专辑中 小卡的价格在二手拍卖上 以其稀有的程度售出 可能会超过专辑的价格 而这是否会对消费者造成不公平的买卖契约 正是列入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的项目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